當昨天這份名單出來之後 很顯而易見的是 我們看到因為吳敦毅的自私 所以他列了這三把 是備受我們社會爭議 尤其當中邱毅、吳思懷 不但正式向中共北京交心 而且那種武統的言論完全背離 我們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 那當然現在有略是修正 但是這一個名單還是違背了 我們國家對不分區立委設計的原意 跟期待 吳敦毅的自私完完全全展露無遺 吳敦毅你身為黨主席 你沒有幫你們國民黨找出路 沒有幫韓國瑜找策略 你老是幫自己 找了一個政治舞台 擔任不分區立委 所以吳敦毅的這個作為 只印證了人性最卑劣的一點 就是人不畏己天誅地滅 吳敦毅在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完完全全展現了他的自私 還有私相難看 他們最年輕的50歲起跳 平均年齡高達65歲 我們並不是年齡其次 但是其他各政黨都讓青壯輩 能夠有機會展露頭角 所以當昨天這份名單出來之後 很顯而易見的是 不見青年校只見吳哥哭 只看到吳敦毅在那邊很矯情的哭泣 但是那種廉價的眼淚 完全沒辦法說服社會大眾 更沒辦法說服他們國民黨的青壯派 柯文哲一向都用海選這個口號 來欺騙社會大眾 尤其是欺騙青年朋友們 從他45年前 他說他要海選他的局處首長 結果名單早就內定好了 這一次柯文哲內定的口袋名單 除了有蔡壁如以外 還有現在已經有傳言 有某大財團的富二代 那這更是離譜 如果柯文哲屬意財團富二代 那等於為財團富二代 大開方便之門 不用經過選舉的洗禮 不用經過選民的檢驗 直接堂而皇之的走進立法院 踏入國會 柯文哲利用不分區立委的巧門 來寄生上流 交換資源 那未來財團富二代 他們想 問頂政壇進軍國會 那很簡單啊 只要找柯文哲來 閒話兩句 吩咐一聲 就可以讓他們的 富二代富三代 直接走入國會殿堂 這是何等的荒唐離譜 YAH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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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